平川说电竞天天了莫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欧洲的比赛 由暗夜对抗人组 我们看一下双方会打出一场什么样的比赛 好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的是蓝色的暗夜精灵选手叫Longwork 非常有诗意的名字 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人组Spurl 其实这名选手是一名暗夜选手 但是为了避免和对方打内战 内战实在是太无聊了 所以他选择用人组和对方来打 我们看一下双方这一边 当暗夜选手又人组 他会打出一场什么样的比赛 好一上来造了一个步兵 一个步兵去对面家里看一眼 那暗夜练哪个点 他心里应该知根知底 暗夜这一边首发的是KOG 人组这一边首发的是大法师 好一般来说 就他的主族不是人组的话 他用人组那应该会用非常规的打法 不可能实在太常规 然后他的对手也会针对这一点 做一些战术性的改变 看一下人组一上来直接往分框这边跑 哇敲了五个民兵 这打法有点刺激 好暗夜这一边练完这个点打了一个棒棒糖 这个装备只能说一般 看一下大法师 大法师把5G蓝胖子打掉 拿了一个加9的攻击之爪 哎这一波有点修哦 加9的攻击之爪 那暗夜练完门前这点啊 继续清理一下小鱼人 这边看小鱼人 三级小鱼人能得一个什么装备 好智力加3 那对于QG来说还是OK的 大法师也练一下小鱼人 同时放下自己的分框 哎你看这个就不专业就来了啊 你一上来直接敲分框的话 那你的资源是不够的 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民在敲 因为木头不够 好那接下来这边QG啊 非常早就冲过来了 你这个人组啊不地道呀 是吧 这个塔都没造 直接过来敲分框 有这么打的吗 那双方 是吧 这个人组 当这个暗夜用人组啊 打自己的暗夜的时候 看会怎么打 好双方打法都非常非常的 有一些不同寻常 好暗夜这一边一直在偷点这个农民 这点下来 这农民要是死关了的话 这个框没准还真起不来 这个QG啊有点过意执着啊 被大法师 点成残血了呀 这大法师毕竟是一个 加九攻击之爪的大法师 输出可不是跟普通大法师一个档次 好 现在 仅剩一个农民了啊 五个民兵敲过来 现在仅剩一个 给看大法师能不能把这个QG点死 QG一丝射血还是跑了 那这边继续加里拉了两个农民过来 好 费尽千辛万苦啊 终于把这个分框给敲起来了 不容易 看一下科技情况 科技情况 暗夜这边二本即将生好 那KOG单传回来 喝一口是吧 把井水也喝完 带了六个AC 那这一波要来一点非常强势的进攻了 哎 小精灵拉出去 那有可能是要造BP了啊 看一下 但是他没有到这个猎手大厅 那可能只能造这个BR 好 这个人族分框造了一个圣塔 但是主框杀也没有 暗夜首先过来 好 首先把这个二级的大水源给解决掉 哎 这大法师还有一个反补 有点秀啊 虽说啊 不是专业的人族 但这个手上的操作是不会弱的 七个小AC啊 赶紧撤 这面对这个大水源和这个Foodmark 确实有点难搞 好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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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夜这一边啊 在这么遥远的地方造了三个BR 三个战争古术 看一下 这边赶紧把这个自然祝福升好 自然祝福一升好 跑得非常的快 哎 这边二本要 这二本要出什么英雄吗 现在暗夜啊 暂时还没有 哎 你敢信 果然啊 果然是暗夜 果然是 暗夜转的冷组啊 非常懂暗夜 这一个民兵敲过来啊 一切真相大白 发现了 好 暗夜 发了一个 那家 首先处理一下这个大法师 但是这边冷组啊 富特曼实在是有点多 这AC完全站不住 看大法师被缠绕 那赶紧点出回程 看一下啊 回到分管啊 分管造了一个商店稍微补给一下 现在人足二本升了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然后再补了一个兵营 那接下来的话 看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对方啊 也没有造那个铁匠铺 那应该是直接造富特曼 我的天哪 这一局 直接造步兵把对方给A出去吗 有点刺激 这边想造一个 外面想造一个商店 但是大法师 三级大法师有点凶啊 三级大法师 二级水源 加上自己的加九攻击之爪 好 三个战争古术 已经爬了过来 那人足这个主框 塔还没有杀啊 分管这边塔也被拆掉了 各种杀农民 人足这一边 选择跟对方互换吗 六个步兵 在对方家里拆月亮景 杀小精灵 这边暗夜的话 部队拆分框 大树拆主框 主框终于开始要想补塔了 但是部队还是一个圣塔 那稍微有点尴尬啊 哎 暗夜暗夜 暗夜你去拆别人 分框啊 主框的同时 对方已经看躁多了 富特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富特曼 现在已经在A这个 A这个主框了 那A完之后 暗夜外面有拉这个出去吗 没有哎 小精灵外面好像没有 好 轮足主框的民兵 开始敲起来 暴动一下 暗夜这边不得已啊 回程救一下自己的 主框 但是不一定救得了啊 这顶顿富特曼非常的高 顶顿富特曼 小AC基本处理不了 那怎么办 这这 这回程有点 有点尴尬啊 好 这边三个大树直接在拍那 主框的农民直接敲到分框过去 正好分框农民被对方给杀光了 这边看一下1234 直接把五个小精灵拉出来修这个二板 接下只能靠这个KOG来处理这些 处理这些步兵了 那加只能点点大法师 小AC完全打不了这个富特曼 顶顿的步兵实在是有点强 哎 有你敢信吗 KOG直接被点死了 你敢信 好 KOG点死 现在仅剩一个那加 那加这一波能挡住这么多富特曼吗 哎 这六个 这六个步兵砍到这么多的小树了 敢选择撤退 回家补给一波 现在人族方面分框正常运营 那主框二级本被对方大朔直接拍掉了 这双方打的有点刺激啊 这经常啊 欧洲这边不用本族的选手打法都非常的怪异 但是总是能打出一些 哎 非常好的效果出来 昨天看了一局啊 一个亡灵用这个兽佐首发这个牛头篮球掌 直接打到了十几牛头篮球掌 哇 真的是爽 好 人族补给一波之后继续过来进攻 那加一个人能挡住吗 二级那加叫毒蛇女士 我的天 这游戏里面的名字是有点意思啊 毒蛇女士 大法师的名字比较的稍微有点是吧 西方化 这个那加明显是非常东方化的名字 好 杀完这些小AC小精灵大法师 升到了五级 五级大法师 五级大法师一个攻击之爪 一个攻速手套 那加那加感觉跑不了了呀 那加还走打有点秀 好 QG 三级QG即将出来 对 赶紧小精灵拉出来 再修一下 千万不要被关键时刻被它给A没了 好 QG一出来啊 有点尴尬的是家里的井水已经喝的差不多了 好 这三棵大树现在仅剩两棵 诶 哦 也有三棵 那三棵大树跑到人族的分框想处理一下 但是分框这边 Footman加上三级大水源 这三棵大树确实有点不够看 QG赶紧带自己大部队去以下人族的分框 能不能配合自己大树来一波强势的进攻 大法师五级了呀 没有小精灵的话处理不下这些水元素 无法解决 好 暗夜这边选择练一波级 看能不能把QG练到四级吗 你练到四级也解决不了什么办法 看能像练到一个什么神宝 家里继续补小精灵造月亮井 刚才确实非常的伤 但这边人族继续造步兵过去 我感觉这一局人族至少造了50个步兵 回头我去数一下 这直接用步别把对方给A4是吧 初看起来觉得 这一位人族好像断位比这个暗夜精灵高很多 但其实他们的暗夜水平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他用其他族的时候 更知道暗夜的弱点在哪里 哎 好 上完这个步兵 两英雄双双升级一个三一个四 大法师这一次带了十几二十个步兵冲过来 这一波怎么挡 顶顿富特曼小AC挡不了 家里如果说井水多一点的话 加上那家这个闪电叉 加上这KOG的小树 没准能挡住 但现在非常尴尬的是 对对对 小精灵赶紧拉出来 把这三个水元素给处理一下 三级的大水元太凶了 哎 这边居然没有爆吗 刚才有一个小精灵 直接被人家活生生给A死了 非常尴尬 好 这边且打且退啊 现在越让井水没有了 哎 KOG 千万不要被对方给围死了 好 小精灵继续拉出来爆一下 这边的三级大水元确实有点凶 哎 KOG 四级KOG 四级KOG挡不住了呀 四级KOG直接倒下 那接下来还有三个小AC加一个 那加美美好像也挡不住了 哇 感觉这一局没了呀 这一名是吧 非主流的人组直接出富特曼把自己强劲的对手给A没了 有点秀 感觉以前好像这种打法只有说SKY打一些水友才会用这么打 但没想到职业选手之间 而且并不是用做自己的主族啊 用自己的副族把对方给A字 有点秀 富特曼继续源源不断的出 而且这个富特曼没有升空防 大法师再打下去要升到六级了你敢信 这就是一本 你说一本踢啊 他也不造塔 直接出富特曼 顶顿富特曼有点秀 好 暗夜精灵也在这边偷偷造了一个商店和月亮景 单纯回来再救一下 能不能救呢 我感觉还得靠小精灵去报啊 小精灵报了的话到时候也造不出来 因为现在卡棱口了 好 那加也回来一个闪电 但是KOG跟这个那加确实有点顶不住顶不住 好 这边隐身AC围杀大法师吗 有点秀 那加那加那加跑不了了 哎 大法师在走打这个操作非常秀 好 那加倒下 KOG也倒下 大法师升到了六级 暗夜精灵打出了几级 我们恭喜这一位人族啊 把自己强劲的对手给A了出去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